在国内汽车中常分为国内和合资车两大阵营 包括国内汽车因为起步比较晚 所以在很多方面比合资车还是有差距的 但近年来国产汽车崛起后差距也在缩小 在长期霸展全球汽车销量前三的德系、日系、美系 三种车的优点和缺点都有哪些 让我们来盘点一下 这就是在选车之前最好的指南 德国汽车在我国的市场布局以大众为中心 大众在贫民市场上处于主导地位 其他品牌无可比拟 而在豪华汽车市场上也有奔驰、奥迪和宝马三大品牌之间的相互制衡 是目前国内市场不可战胜的存在 德国的汽车制造技术先进而严格 德国的公交精神在德国汽车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而德国汽车的缺点也是众所周知的 那就是烧机油 这几乎是所有德国汽车的共同缺点 日本车在中国也非常受欢迎 丰田已经击败了同友成为了第一大汽车品牌 成为最畅销的汽车品牌 日本最著名的燃修高效、耐用 丰田的耐久性、本田、日产的发动机 但盲目的追求省油耐用性 也导致日本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的速度提升后会很飘 长期以来美国汽车最大特点就是他们对汽车豪华感的营造 无论是底盘还是内部隔音和座椅 而美国汽车最大的问题是燃油消耗量高 在美汽车中很难找到低油耗的车 如老虎这个名字并不是浪德去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